欢迎回来 英国政局持续动荡 因为不满首相约翰森 而辞职的政府官员人数 目前已经超过50人 约翰森昨晚还坚持不下台 强调会继续担任首相 也不会举行闪电大选 但时隔一个晚上 局势峰回路转 英国政台有关约翰森 答应辞职的传闻 盛销成上 甚至有唐宁街的消息人士透露 约翰森会在当地时间 星期四中午 也就是大马时间傍晚7点左右 对外宣布辞职 面对40多名政府官员的辞职潮 自家保守党内部的逼宫压力 上个月刚刚挺过 党内不信任动一表决的约翰森 相位摇摇欲坠 外媒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一些内阁部长 曾前往唐宁街10号 劝说约翰森制定辞职时间表 体面下台 给自己和保守党 保留几份尊严 但并未成功 约翰森的助手达特里奇 则透露 首相和高级内阁团队成员 会面后斗智高昂 约翰森本人 也在星期三的国会问答环节 和联合委员会会议上 再三强调自己不会辞职 与此同时 约翰森也在星期三开除城镇升级 住房和社区部部长戈夫 媒体报道 戈夫也是其中一名 施压约翰森辞职的高级部长 另外 英格兰吉威尔市总检察长布雷福曼 同样呼吁约翰森下台 但拒绝加入辞职潮 扬言 如果保守党要领选出新的首相人选 他将会参选 不过 坚决不下台的约翰森 无视压力 强调将继续履行 在2019年大选时赢得的民意委托 他也拒绝回应戈夫的逼宫传闻 并反复重申 自己不会辞职 也不会举行闪天大选 如果您失去你的民主党 而您必须要退下 为共同党主席 不过也有一些内阁成员继续力挺 约翰森包括副首相拉布 外交部部长特拉斯 国防部部长华莱士 文化部部长多里斯等 另外 英国媒体报道 只保守党可能会修改党规 废除一年只能对首相提成一次 不信任动议的规则 一旦成功 约翰森最快将在下个星期 就再次面临党内的弹劾 他在今年6月的信任动议表决中 只以微弱优势低空飞过 加上当时还有多名内阁部长 与他站在同一阵线 但随着过去的支持者陆续辞职 这次是否还能惊险过关 就尚未可知 马新社监事综合报道 尽管约翰森昨天坚持不退位 要继续履行选民在2019年的委托 然而当地时间星期四早上 官媒英国广播公司BBC 又撰文引述唐宁街的消息 指约翰森在早上8点半 也就是大马时间中午3点30分左右 已经向党内的国会委员会承诺 辞去保守党领袖的职位 但希望可以持续担任首相 直到秋季的党大会 再交棒给党内领选出的 新任保守党领袖 但是多名保守党领袖 都不赞同这项建议 希望约翰森立即离任 并由其他人选暂待首相一职 英国反对党工党领袖斯塔莫泽强调 约翰森愿意辞职虽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英国需要的不只是更换保守党领袖 而是换政府让英国能够重新开始 马星社电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